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生活都有不同的情况会出现 我们也会接收不同的资讯和讯息 我们自己每一天都在决定 究竟买不买这件事 还是不买这件事 为什么要买这件事 或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就算我们去看医生 我们也会选择医生 我们去买眼镜都一样临囊满目 你要如何选择一副合适自己呢 其实过程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销售技巧 和推荐的过程是在出现的 究竟我们如何掌握这些技巧和资讯 从而建立我们一个成功去经营我们的Lineway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十大引荐的技巧 首先 我们一样环一样 你必须要自己对产品有亲身的体验 如果你自己是没有亲身的体验 你根本很难去和别人去做分享 你自己有第一个见证 才能够有故事去说 当我们有自己的故事有用家的分享 是那个用家是自己 然后你才能够去感受和这个分享才有力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Lineway的产品 其实你要经历感受 你才知道它的用法和用处 例如我们有Lineway去止痛 而止痛的时间 大家知不知道是多久 就可以开始有止痛的效果 有没有人知道 其实就是两三分钟 在你贴上去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开始在运作 所以当我们和别人分享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对那个产品熟悉 我们知道如何用 为什么要喝水 我们去做每一次的见证 和每一次去实践的时候 即时有效果 即时有效果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的朋友 或者你分享的对象 其实他们不认识产品 他们认识你 而透过你的口去和他分享 而他吸收那方面的资讯 如果这个资讯吸收完 在面前即时能做到这个示范 而他又有一个感受 这个亲身体验 便成为他另外 他自己的亲身体验 亦因为这样 这个信服程度就会更加高 当他一贴上心 他的痛楚已经减少了一半或八成 这个人其实已经在开 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客户了 这个就是我们对产品明白 知道如何用 以及去表达的过程 有系统 以及有步骤 有部署 让对方能够容易吸收和接纳 另外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 有多深入的了解 EON的贴片是否贴了 立刻消炎 知道要等多久 EON的贴片是要等10至15分钟 所以贴完EON 你立刻问他有没有感觉 是没有感觉的 是需要时间去推动 最好贴完EON 喝一杯水两杯水 以及要问他那一天 有没有喝足够的水 如果他那天只是喝咖啡喝茶 没有喝的水 可能他需要两杯水 因为我们需要有水分去推动 这个细胞和我们里面的 细胞细胞之间的沟通 需要一个传书 而那个传书的能量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水分而来 所以当我们喝足够的水的时候 贴片贴在身上 再去 再去 效果是会更加明显的 而能量贴片 你和朋友去分享的时候 知不知道 要多久 这个能量贴片才发挥效果 其实大约5至10分钟 开始他会在你的身体里 有一个反应和效果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或者心脏肺 可能呼吸得不太好 他贴完之后喝几口水 他会开始慢慢觉得 顺畅了 因为他好像打通你任督耳蜜 那样 帮助你 运作和循环更加长顺 而排毒贴片 就是24小时之内 就会增加你身体 所以排毒是在第二天 就是我今天用完 古兰花囊 第二天 你就会发现你去厕所的情况 是频密了 如果你再能够喝多些水的时候 这个贴片 就会更加帮助你排毒 也是帮助你炎症推走 而睡眠贴片 我们就是贴完 最好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一个小时前 睡觉前一个小时 我们用睡眠贴片 让我们可以静下来 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手机不要放在你的枕头旁边 因为手机的频率会干预你睡眠 最好就是远离房间 或者放在脚尾 因为有些朋友说 为什么我都睡不着呢 你一直在接收一个很活跃的频率 或者你不断看着YouTube 那你怎么会睡得着呢 所以我们也要明白到 我们的贴片 都需要是一个环境去制造 尤其是睡眠贴片 而情绪贴片大约用了15分钟 你开始脑部 会让你的安多酚开始慢慢释放 让你开始平静 而基态铁片也是 你用了之后 它有30%的谷光金钛 那个成分的 所以大约一天左右 你又会看到第二天起床 皮肤漂亮了 尤其是你用那个日伤 晚伤 晚伤用多些 当是妈士饮茶 那就会有不同了 还有基态铁片 基态铁片 是不会立即看到任何东西的 因为它是在做细胞修复的 所以你做示范的时候 它的细胞修复 它看不到 但是有一些病人 它是可以感受到基态铁片的 就是心血管有问题的朋友 如果它有心律不正的 我们就用基态铁片 贴在它的心口心脏位置 大约五分钟 它的心跳速度 就会慢慢舒缓 缓和 而荷尔蒙铁片 SP6 也是一样 细胞是看不到它的平衡的 但是你会发现 它自己的一些情绪 一些皮肤状况 或者一些退化症状况 在使用Carnozen和SP6 一段时间之后 是会慢慢好 尤其是在更年期内的 心肺 跟着粉红雀 阿罗罗乱 全部可能是青春期 更年期出现的问题 SP6 贴片 就可以很明显地 可能在一个月内 你就会看到自己有改善 而X39 降细胞激活的贴片 是激活你降细胞的数量 而我们的贴片做了研究 那个时间是多少天去激活 是大约需要一个星期 才激活降细胞 但是用了24小时 你身体3000至4000个细胞 会开始慢慢重置抑动 器官会开始互相 左右两边的器官 会开始互相平衡 是一天内会出现 在一些仪器下 我们就会检测到 但是当你去做朋友示范的时候 X39 未必会即时有任何的反应效果出来 所以当你有亲身体验 你明白的贴片的时候 你就懂得去讲解 让你接收你讯息的客户朋友 更加明白这个产品 而49是降细胞能力提升的贴片 即是它将你的降细胞能力再爆发更大 不过我们先用了X39 因为你才有降细胞才有能量提升 所以这两个如果一起配合用 就等于一个全面的保护 我们要有这样的亲身体验 这样的明白程度 当我们去和我们身边的朋友去推荐的时候 你自己更加有信心 别人亦都会明白 但你不需要刚才11个贴片说完 我刚刚一个这样的示范 是告诉大家 你可以很掌握产品 而你自己的体验去分享的时候 有这样的流畅程度 别人是先会有信心的 那我们去销售产品的时候 其实在卖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充足的准备 这个就是第二点了 究竟你一个工具箱 里面有那么多工具 有那么多武器 哪一件合适呢 是不是要好像我每一次 拿了11件产品出来 我们由头说是不需要的 不过如果你能够认识产品 能够有充足的准备 你就能够提升你的销售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第二样东西 你自己是客人最值得信乃的人 由你去推荐给客人的产品 所以你必须要先明白这个产品 然后你才能够提供一个建议 和合理的解决方案给你的朋友 这个也是你作为销售人员的一个责任 就是你要对你的产品 了解 运作了解 如何预定 你都要有一个充足准备 和认知 不过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和你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 我们的睡觉时间 扣除8个小时 工作时间可能8至10个小时 就只有这么多 我们不会因为我快手 而可以做多些 但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就更加需要了解我们的系统 了解我们的制度 用最少的资源 建立最大化的机会和结果 即是说 你可以走捷径 可以了解多些不同的讯息 或者你登入 你和朋友解释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没有能力 解释3个小时 2个小时 一般人都没有能力 一般人开始的时候 对产品的认识程度 是不会那么深入 但是你可以借助LiveWay的系统 去给予资料 也可以借助LiveChanges.one 这个网站 去发送给你的朋友 叫他慢慢了解 慢慢看片 Suzanna已经准备了这么多片给他 或者我们的Founder 也准备了很多片 我是一个网站的链接 已经可以看完 那你就可以省了时间 不过 在你发送给人之前 你是不是有责任 先去看清楚 这些内容 哪些合适 或者你选择来发送 不要一样的 炸给他 就当他会看 因为一般人 都是不会去看的 可能你要选择 然后你发送某一个链接 给他 让你自己 可以减省你的资源 时间的投放 同时制造最大化的结果 我们放眼的是一个森林 而不是一棵树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 我们想推荐的是大部分的人 一个森林那么多的人 不只是一棵树 所以我不可以把八个钟头 两个钟头 只跟一个人说 我开始做Lineway的时候 我真的每一个人说两三个钟 后来我发现这样 我会很快死的 因为两三个钟说完之后 这些朋友是要我再follow 再说多一次 或者他们的朋友 都想我再说多一次 那我究竟有多少 每一天我究竟有多少个两个钟呢 就算我的表达能力很强 我帮不帮到更多的人呢 如果我逐个逐个去说的时候 我是没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放眼 不是要令到一个人去明白 而是我的方式 是要令到很多人都可以明白 甚至乎大家可以不断copy出去 所以我就开始拍片 我开始出书 开始做网络 一步一步让更加多的人 能够接触 能够了解 能够深入认识 他喜欢看一条片也可以 他喜欢买一本书 都可以 他喜欢在网络上慢慢认识 我的内容 文字 图画 见证 都有 所以我们放眼 包括你 成为一个销售的人员 你都不只是一个客人去销售 你是要放眼你如何去找多些客人 如何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 如何用最少的时间 做最多的事 如果我告诉你 要你用很多时间 做一件很小的事 而你的结果回报是很小的 没有人会愿意长时间做义工 大家觉得对不对 我就算对这个产品多有意识 我见到没有回报 我见到我的时间是用了之后 是没有结果 或者身边的人不认同 你很快你都会放弃 所以我们先要自己 由一开始有一个充足的准备 了解了一个产品 了解了一个系统 了解了一个制度 了解你如何帮自己去建立你自己的心理 然后我跟着我们的步伐 一步步去调整 让你有一个回报很快看到 而你自己同样的 将这个的结果 再去和身边的朋友分享 同样的他们都需要见到结果 有回报有成果 身体有进步 荷包有进帐 然后大家都开心了 这个就是一个能够长期运作的元素 第三点 就是我们要聆听和了解 客人的需要 如何聆听呢? 就是产品可以解决 你现在的客人 遇到的什么问题 Niveway的产品 如果你放在一个很健康的人身上 它是不会有即时反应的 所以它就会很疑惑 究竟你的产品是否不行 因为它根本没有病没有痛 它没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我们先找有需要的客人朋友去接触 相信你身边一定会有些人睡得不好 相信你身边一定会有些人有皮肤问题 相信你身边一定会有朋友有痛症问题 相信你身边一定有人有弄傷过 有根骨问题 相信你身边有不同的朋友 他们正面对着不同的心脏病 三高糖尿病的威胁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找 你要找一个很健康而没有问题的人去说呢? 我们先找了有需要的人 然后我们去聆听他的需要 配搭我们的产品 和他去做分享 你会事半功倍 也都会令到你自己的信心提升 第一 你先问过 产品 你的产品 能不能够解决你现在客人遇到的问题 第二 你的朋友 你的客户 是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他可能有很多病痛 周身病痛 他去看中医 去推拿 针灸 你和他建议一个新的产品 你和他聊天的过程里面 他想不想试一下新的东西呢? 例如他的推拿已经做了一年 整天都去 每个月都去 每个月都去 每个月都去两次了 针灸又整天都去刺 然后中药又整天都吃 但是他这个病持续了很久 还未断尾 继续不断去看 那你就要问他 究竟你有没有兴趣 试试其他的方法 令到这件事断尾呢? 还是你很享受 现在每个星期他被人针一下 或者去见一下中医师 你其实已经成为习惯 去见一下他 你才会有心安理得的感觉呢? 你先要问你的客人 他自己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清楚知道呢? 而他有没有准备 为解决问题而花钱呢? 有些人有很多问题 但是其实他们原来 是没有准备要解决的 他觉得有他存在 有些人可以与问题共存 与痛症共存 甚至乎是因为他们过去 太多的经历、经验 买的产品 看的医生全都帮不到他 所以他最后 自己的痛症唯有忍受 唯有接纳 他亦都没有兴趣再回顾外的 心机时间去找 因为我过去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是告诉我 帮不了我 医不了我 是有这些朋友的 所以我不想再浪费 因为我每次花的钱都帮不了我 总有这些朋友 对吗? 好了 所以 你更加要推荐Lightway的产品给他 我一开始就跟这个朋友说明 如何退款 一开始就告诉他 把连结给他 如果你到时这个产品不适 记得你购买日计 在30天内 好传这个电邮去这里 告诉公司听你要退钱 因为你保障了他 花了的钱 不得到有备份 他的心会打开 他会愿意听多些 尤其是试过很多 淋淋种种产品都不得的朋友 但是 我就会建议大家 不要每次去送给朋友 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做呢? 不要 因为我已经经历了 我试了 我告诉你 你送给他 他以为这包东西不花钱 但是你其实要花一千元去买给他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 你有多少个一千元去花呢? 如果每一个你接触的客人 你都要花一千元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留一千元给自己呢? 这个不是生意 当我们去推荐产品 我真心想帮他 而他经济能力有问题 我甚至可以透过Lineway教他 自己处理好自己的病 然后透过你的见证 再去Lineway的平台上赚钱 大家免费用产品 Lineway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你有没有同样把这个机会分享给你的朋友呢? 所以你要先明白你这个朋友 有准备花钱 而他花出的钱是值得的 而就算他用不到的产品 他觉得帮不了他 30天内他都有退款保证 如果他是太害怕太担心的 要他用零售户口去购买 他有90天试困 才可以退款 只是给多少钱 去购买这个产品 这样的方向 这样的方案 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处理了很多有障碍的客户 他们能够打开那个窗 去接受或者去尝试这个产品 我们自己用这个产品 我们当然对产品有信心 当我们对产品很有信心的时候 他说得出的问题 我直接能够告诉他 你这个情况 用Eon 15分钟喝两杯水 你的消炎情况就会开始改善 有痛症? 三几分钟就完成了 最重要是你肯贴 我到时视像教你 然后你就能够立即帮他 成功落单 其实很快就可以做到这个步骤 不用登 不用拖 不用等几天 不用考虑很多东西 因为你买就买 不买就不买 很简单 你买了试了 不得有得退钱 所以后面不需要拖那么长 最重要是你聆听了他的需要 比如他是不是想试 如果他连试都不想试 你后面就难走 那你就给他一些资料 他慢慢消化 但你可以 拖他 就是告诉他 可能有一个产品 是不需要打枝 不需要食药 而能够处理好你的问题 帮你细胞和细胞之间 加强他们的沟通 你只需要拋下这些说话 他有兴趣的 再找你 你便可以减少你的时间 亦都你focus在森林 不只是一棵树 当然我都会很欣赏大家 用两三个小时去说 但是我发现用两三个小时 我经历了 是不太好 因为他听不完所有东西 他亦都接收不到 真实是试了用 身体有改善 才是一个最能够 反映产品行不行 说多少都没有了 好了 当我们对产品有信心 了解我们的前载客人 究竟他是痛要用I-Sphere Eon X39 还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能够精准地告诉他 之外 我们要告诉他买什么套装 最好 如果你的朋友 他半信半疑很担心 你只是开一个同的套装 或者一个隱的套装 好了 不要令他觉得 我要拿很大的钱出来 又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你的朋友 他明白到身体修复需要时间 他要用两三个月 去让这个产品发挥效用 你直接帮他开一个金的户口 因为金的户口 他可以用到三四个月 以及配对不同的铁片产品 令到功能能够即时提升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 是看看开什么户口 都要看看对方的准备 他有没有钱买 如果他很担心的 可能用了X39 但如果他现在已经有痛症 有发炎的话 X39需要多少天 7天 那你叫他先买了Iceway和Eon 那个同的套装 他太快看到效果 他跟着他就会取得 想了解多些 然后你再介绍X39 亦都可以这样做 对于有痛症的朋友 Iceway和Eon是即时效果 其他我们主要都只是介绍X39 注意一下 好 人际关系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我和很多朋友都可以好好谈 原因是我很开放 我没有什么所谓 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内容 可以跟你交流 我和我本身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 喜欢表达的人 亦都是因为我小时候 没有什么机会表达 所以我现在说回我小时候 没有说的话 人际关系是要建立持久 和是要时间的 不是一开始 人家就会跟你朋友 人家跟你熟 人家观察你这个人 如何做人 你平时的一举一动 你的朋友 你身边的人 看在眼泪 所以变成了 我们要和别人去 保持一个关系的建立 是需要时间和持久 和我们要保持一个调色 我们要保持同人之间的节奏 有些人你可以很直接 有些人你要转弯抹角 咬文雀字 否则他会觉得你无礼貌 有些人是需要时间慢慢去磨合他 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你太热情 你会害怕他 所以每个人的关系建立 都是一模的艺术 每一个都不同 不要想着你一套方法 每个都会用 不是的 如果我经常说话 对着一个内向的人 他会觉得我浸死他 接着他没有兴趣跟我交流 甚至乎一看到我的电话 有恐慌性 即刻关系 所以我们要知道 每个人 他其实 他在想些什么 他的性格 特质是什么 你用什么的步伐 什么的节奏 去和他交流 而大部分销售的工作人 他们一个星期 即包括我 一个星期 专业的人 是最少要和10至20个人互动 最少的这个是 但是真正专业的人 是其实 是可能超过100个 可能我最初的时候 我每天和超过多少个人联络 我都数不到那么多 真的有100个以上的 那怎么样去建立 这些这样的关系 那其实我们的关系 是会随着时间 而累積而更加丰富 好像现在在座Zoom 里面的朋友 其实我都不认识你们 有些都完全不认识你们 在Zoom看到我 我真人没有见过 但是我保持一个在线状态 保持Hopat 都会让你和我之间 好像有条线牵引着 好像我会有问有答 我会尽我能力 回覆所有的Telegram 尽我能力 回覆所有的WhatsApp 我那天才完结 才休息 所以你会看到 我就算联络Suzanna 我不认识她 她也会回覆我的 当然你要在一个 准确的Room Chat 那里去说 有些资讯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 所以我就不认识了 好 人际关系 随着时间而建立 而我们做销售的 做一个推销人 其实一个星期 可能认识几十人 甚至过百人 你整天都要和十多二十人 溝通 那这个状态 究竟你怎样去建立 人际关系呢 就像蜻蜓甜水 其实我们销售的工作人员 需要和我们的客人 好像是一个很肤浅的关系 就是问一下价钱 问一下怎么用 但是这个关系并不是虚假 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有很多在Facebook 或者在YouTube 看完我的资料的人 去Message我 然后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关系 我现在每个星期 在Zoom 请来的嘉宾 很多我其实没有见过真人 我都是在Zoom 认识了他 不过我认真去follow他 然后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他得到改善 然后他跟着就和我有 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关系 和信任的关系 虽然可能到今时今日 我都没有见过他们 其实就是我们重于 我们和人之间的社交关系 那个心态 以及你如何去转变 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你是否一个有价值的人 提供一个他需要的知识 需要的信息 或者需要的内容 或者产品 你和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是建基于 究竟你和他是买卖的关系 你和他是朋友的关系 点头之交的关系 还是他是A、B、C、D、E、F的朋友 所以你认识 但其实我和他之间是没有东西的 你先了解自己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销售的关系 即是他要在你身上拿资讯 你身上拿产品信息 你能不能做到那个角色 应该要提供的东西 如果你能做到 你和你的关系就会开始建立 如果你做不到 很快他就会不再找你了 销售关系很现实 但如果是朋友之间的关系 就是未必需要有利益 未必需要有产品牵连 很简单的一个 大家只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一个关心的关系 一个爱的关系 没有涉及利益冲突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自己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而我们销售的关系 其实我们是涉及一个资讯 亦都是这些资讯 这些信息 或者这些资料 我们其实人脑都需要去处理它 去分辨它 由于它是一个潜在的客户 所以我们最好当这些人 我们是要找文字记录下 无论手机也好 筆也好 补也好 我都有本补记下 我拉回一些客户 销售情况 以及用一个系统去记 因为这些是一个细节 是你和它建立一个关系的过程 假设你这个客户 和你买了两包X39 然后他下一次告诉你 我又再想买 一个月内他告诉你想买 那你记得他 你还有一包还没用完吗 我给了其他人用 你记得他的资料 对他来说 你把它放在心上 当你把它放在心上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觉得 跟你有莫名的亲切感 你是真心去为他的 你是明白他的 你是有放心思在他身上 其实人家知道的 所以那种关系的转化 就会不同了 像你明知道他上次买了一个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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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需要锻炒的一个艺术 第五 重点就是我一开始就认定我是会成交的 我是向着这个目标出发 我是有这样的信念和信心 每一次的对话 我都相信对方迟早已成为我的客人 因为这个信念才能够帮助你做到以下四件事 第一 将对话的框架放在什么时候会成交 还有 是不是会成交 你是不是会买的 你不要浪费我那么多时间 你不是买就过去吧 你总会听到有些低劣的销售人员这样说 因为他们怕浪费时间 怕用了的最后得不到汇报 所以他们会探索 这个人没有兴趣买我就不浪费时间 其实我们是可以扭转这件事的 就算别人是没有一个销售的意欲 没有买东西的意欲 你怎样去扭转令到他成为有销售的意欲 过程里面就是你认定他是你的客人 他一定会帮顺你 而你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你就去找一个点 对方是有需要的点 从而去开启你的销售内容 就你们的倾向就是 这个产品怎样帮到你 这个产品是可以有什么作用的 然后你直接了当地进入一个内容 去跟他分享 而不是因为你知道他想来查询 又不一定买 你那种漂泊的心情就不同 假设每一个人来问你 他也是会帮顺你 你给的资讯都不同 当你给的资讯越完整 和越帮助到对方 对方就真的会买的 这是真的 另外增加信心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销售给人 你是求人的 有没有人有这个心态 那你就错了 其实你的销售 是在解决别人的需要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 无所畏惧的专家 就是别人来跟你说 或者你去跟别人说 其实你是在分享一件好的事 在分享一个好的产品 在分享能够改变他的身体 在分享一个很大的商机给他 只要他愿意去看愿意去试 可能他的下半身 下半身荷包都会有分别 那你想想 究竟是他求你 还是你求他呢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你们要进来我的书呢 究竟是我在帮你 还是我要求你们来听我说话呢 是吗 总有一个我们之间 是有一个关系在当中 我们自己要增加信心 我知道我在做的事 我是可以帮助到你 我知道我在推荐的事 我是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那你有这份信心 你去表达的时候 你就会有那个能量给到对方 也有那个信心给到对方 好了 第三样 为什么你认定你一定会成交 你会做到呢 就是你和潜在客人 持续的关系打基础 如果你打算 他都不一定成为你的客户 如果你当他是客人 你把他筛选了 你就没有兴趣再跟他交流 对吧 那就是没有下次 而我们每一次都觉得 这个客人持续是我的客人 我就会愿意和他打好一个基础 即使今次不成交 都为了下一次做一个成功的准备 那我想少少分享 我自己是经营雇傭中心 请非融、印融、外融的公司 我家公司现在都还在 做了十多年了 那很多客人来到找我 请工人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不会当时 立即有一个100分的工人 是对他、完全配合他 是没有可能的 是绝对没有可能发生的 工人有癌癌癌癌 有英文好、有煮食好 有臭仔好、有懂得臭BB 又不懂得臭BB 有很多癌癌癌癌的 所以那个客人来找我的时候 我未必即时在那个过程 可以给到一个合适的工人给他 所以那个成交基本上是很漂泊 是不一定的 但是我们的查询 可能每一天租有几十个 你要应对这么大量的查询 你如果懂得跟这些客人打好关系 就算他来查询 你愿意提供最确实 正确的资料给他 让他对你公司有一个好的印象 从而让这个客人 今次不光顾你 他下次再聘工人 他会记得来公司 因为他跟我谈电话的过程中 他感受到我对这个工作的一个议席 对这个工作的认真程度 从而让他回来找我 甚至乎他自己不光顾我 光顾不了这个时间 我没有合适的工人给他 但是他会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他曾经跟一个公司认真地解答了我的问题 虽然我不是他的客人 余思者 这个形象 一个传一个的时候 你又怎样会没有客人呢 我开了雇佣中心17年 只是印了一张卡片 单张都没有拍过 网站都是我建立了 之后几年我才去做的 全憑就是我们打好关系 我们给最好的资讯人 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你这个关系就不会断了 好 第四 强迫自己做记录 是要的 不要以为自己的人脑是很厉害 记得了所有东西 是没可能记得的 尤其是每天发生很多事 细细微微知知知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要记得和这个客人说过些什么 由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社工训练 我的记录 是要写得很清楚 所以我自己有很清楚 很细微的记录 就是我找一本簿 写下我每一个客人 他有什么病症 有什么状况 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有一个新的情况 我又加下去 使得我跟进到 他的身体状况的改善 或者我们WhatsApp里面的图片 是保持住了 不要删除它 所以我有三个手机 因为有些旧的手机 我是觉得我里面的资料很重要 我不想移动它 我不想不变了它 那么 那个情况就是 因为当这些记录的时候 你可以和客人 立即找回他的记录 以及继续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客人 对你有没有一个很正常的印象呢? 对不对? 因为你用心做这个记录 你和他有跟进 还有我有很多朋友 他是用了一个月 两个月没有效果 接着第三、第四、第五个月 开始看到效果 那由于我就看到他没有效果 那你不如试一下转一下 再用这个贴片家 这个贴片的功能贴助 看看你的睡觉情况有没有改善 看看你的头发有没有改善 你没有拍下一个照片 你这样去做个记录的时候 由于我一开始认定这个人是我的客人 我很认真去做记录去跟随 所以我就会有很多的见证资料 可以现在和大家分享 好了 销售的心态 这个我忘记了 一格格出一下 销售的心态 就是一般销售的工作 跟一般的工作真的是很不同的 很多原因会造成你不能成交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心态 销售的心态 例如 为什么会不成功 就是对方没有预算到要花钱 他觉得一千元也贵 他觉得五百元也很多 那时机也都是时间不对 他当时陷入一个经济的困难 他真是很困难对他来说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告诉你 有很多这些人 所以他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推动你 但是不重要 他们没有这个需要 或者有些朋友就是 他自己目前的身体很健康 很精神 我不觉得我有病又痛 我不觉得我需要任何的保健品 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养生 那你跟他对不到嘴 因为他没有需要 所以我们要找一些有需要的人 因为有需要的人 不要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 跟一些没有需要的人 讲他的需要 去制造他的需要 我们找一些本身已经有需要的人 去跟他配合他的需要 好了 另外 或者有些人觉得 我贴片没用的 我吃药 我喜欢提医生 我的医生给我的药 我觉得这样 舒服点安心点 甚至乎有些人觉得 看医生是一个心理质素 我看了医生 他说完给我听的说话 就是权威 我听完之后 我看完医生 所以我就算看完医生 那些药不懂 他也觉得会舒服点 是有些人 好 另外 潜在的顾客越来越少 例如我跟A和B 说过他们都不说 我越来越少客人 那怎么办呢 其实什么情况 都会令到你的销售不成功 所以我们更加要建立一个正面积极的心态 给自己了 因为我们正在销售一个新的产品 而这个新的产品不是医疗用品 它不是医疗注册的用品 而是一个科技产品 当一个科技产品要让别人明白的时候 需要少少时间去解释 消化和让别人接受吸收 而一个新的产品推出市场 原来的成功率是不到三成的 即表示有七至八成是失败的 所以我最初是跟大家说 一个贴片 是可以帮助你什么 其实没什么人相信 但是我去找的时候 全部找有问题 身体有痛症有病患的朋友 去试这个贴片 然后他们在他们身上 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因为本来的情况 他们自己知道 所以很短时间就有见证 而这些的见证也都推动我 更加有信心再去分享多些 那首先你自己要 必须要有信心 相信这些 这个今天你做出来的东西 你种的树 是有一天会是白牙生长 出葬成长的 OK 你一定要相信 你现在去和别人分享 其实就是在播种 那你没理由播放一棵树 所以我心灵色去播种 看看哪里可以开发结果 这样 你要有这个心态 而我们因为出于是一个好意 和好心去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所以我们问心无愧的 OK 而我们要有这个心态 同时如果我们没有成交的 我们也要处之淡然 不要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也不要怕被别人拒绝 别人拒绝你 是有千丝万留的原因 正如我又有另外一个见证 想和大家分享 我是做这个医疗级主食萝卜 一套 几件而已 三四件 是说几万港币 但是它永久保养 我有一个客人令到我很感动 他就来看完示范 很赞赏我的产品 和我们的主食方式 没有油无水 没有甜味料 但是当时 他没有跟我说他的经济问题 他只是告诉我 我再想想 我会认真考虑 但是我没有再追求 因为我有一些这么贵的产品 不是你追求 那个客人就会买的 他是需要自己挑战 明白这个产品的价值 比价钱 他才会来买的 这个客人 一年后他来找我 他告诉我 他现在有能力买了 我存了一年钱 我现在要买一个个人的套装 因为他自己的主要 他就告诉我 他当时很想买 但是 我有破产令在当中 刚刚结束 我也重新存了钱 我这个是用现金存了 我可以一次过付钱 我是没有信用卡的 我当时是很感动 我真的 因为里面是眼泪忍不住流出来 原来别人有他的困难 他说不出来 也他不方便说 但是他跨过了那个障碍 而在这个过程 原来是他不断的 点点滴滴去存 存了一个小小的钱 就是买一个个人的套装 就是买两件三件给自己 那我会觉得 原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明白 就算很认同你产品的人 就算很购买这个科技的人 他都有机会不买你的产品 因为可能时机未硬 也可能有种种因素 他们担心 甚至乎好像 我有推荐这个产品 给Mo 用不同的途径去接触 牧师去跟他说 拉威的产品 我想要叫Mo去做 就是那个 我想那个跳舞者 大家都应该知道 但是我得到回来的 是一个拒绝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医疗团队 去支持整个医疗 他们当中签了一份计划 他不可以用其他的产品 out of他们这个医疗团队 否则李先生是会有机会不付钱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还没完结 我明知道这个产品有机会可以帮助 或者改善到 但是由于他有这么多的框架 所以他无法打开去使用 当我们明白了的时候 我们要先调整自己的心理 明白到我们的挫折 我们在过程中不成功的个案 我们要学习 我们无法成交的原因 如果问题是出于自己的 我们重整我们的组织 我们如何表达 然后我们修正我们自己的内容 重新再出发 帮助我们下一次 对准我们的客人的焦点 放下去 其实我们是不断学习 不断失败 然后不断进步 一定有这个过程 没有人一开始 就是一个销售天王 没有这件事发生 大家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自己去练习 推动自己去进步 而我今次说得不好 我下次会说得好些 如果你们今天 看回我两年前 现在是四月一年半前的一个Zoom 你会发现我也很厉害 但是现在我就算没有这些字 我都可以很顺畅它说到 因为我已经消化了 我已经内心更加强健 强壮 我对产品更加有信心 我见证我手上 每一个个案都有改善 那种的信心 是没有其他人能够摧毁我 所以我们亦都要诚实 我们面对我们有些个案 是它不行 但是我们互相之间要配合 例如有些朋友 他又不喝水 他又不吃有营养的食物 天天煎炸 天天煎酒 其实你觉得贴片帮到它多少 帮了你排毒 你又吸毒 帮你排除 身体好一点 你又再找一些坏的细胞回来 所以大家都不要骗自己 问了一个朋友 你有没有想改善 你没有想改善的 继续有一些的生活方式 是要改善你才有真正根治的 那我们才可以work together 好了 然后呢 就算我们做得 可能那件事 最终未达到我们想 确定的一个结果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失望 我们检讨了 我们明白了 我们清楚了 我们和我们身边的朋友 分享自己失败的原因 都很重要的 因为我说得出来 我知道自己做得哪些不好 我有自己去检讨 我有自己去反省 我下一次怎样去做好一点 还有我和身边的朋友说 我上次这样做 踩了地雷 你们要小心一点 其实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建立一个正面的态度和方向 也将这件事 检讨完 自己内心内心 消化了 然后我们就要放下 不要因为这个半脚了自己 不断地糾结在自己心里 我们集中去把我们不好的地方 改善去 我们移动 继续走 继续去 这个客人拒绝了你 不要紧 很多个森林 森林有很多人要你帮 不要放了眼界 是一棵树的不成功 好 好了 销售 最重要的是亲切的关怀 认真的记录 亲切的关怀是真心 除了沟通技巧 亲切的关怀也是重要的 你做Lineway 为什么你要做 又不是即时令到里面百万富翁 那为什么你要做呢 原因是你见到这个产品的远径 可以帮助到人 但是这个产品不是只有一声 除了只有一声 它的收服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的过程里面 对我们的客户的关怀 对他们身边朋友的关怀 关心也是很重要 一个成功的保险经纪 不会卖了单单之后 不追求客人 那客人打了被他都失踪 你觉得他的单单 会不会继续持续游 对吧 保险也是一年一年购买的 他下年我可以转账 我下年可以转 就算找到同一间公司 我可以转账 如果你追求得不好 同样道理应用在我们Lineway身上 如果你卖了给客人 你完全没有追求 没有跟进 什么都不给 当这个朋友 在另一个公司的口中 知道了 原来这个贴片有这么多功能 他第一件事会觉得 你做得不好 第一件事会觉得 我之前的朋友没有这样跟我说 他有一个魂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Lineway的户口 在6个月内 你记住 Lineway的户口是永久的 我们实名登记了户口 是不能禁止的 但如果这个户口6个月 没有活跃过 它是可以再开过另一个 明白吗 这个户口6个月没有活跃过 它是可以有权开过另一个户口 变成会跟随着另一个人 这个位置大家要清楚 所以我们认真去关心我们的朋友 亦都帮他们做记录 建立这个关系是长久的关系 而你出于想做生意 还是出于真心关心爱别人 其实人家是感受到 真的感受到 不是开玩笑 是你究竟只想为生意赚钱 还是你真是爱我 你关心我 你愿意用时间在我身上 愿意虚寒民乱 是有分别的 为免我们自己遗留重点 我们有时候和朋友和客户的记录 我们做一个笔记 保记 另外也是能够记录跟进 他之前跟你说过什么 因为如果每一次都是第一次见面 由头跟你说过 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跟你谈 亦都看不到你的心 我对我的客人客户 我以前的工作 令到我有个记录的习惯 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我有个Facebook open的日记 每一天都写下 我每一天要检讨的时候 我每一天都有做这个讨论给自己 这个很重点就是什么呢 令到我们和客户的关系 可以很短时间 立刻亲密了 因为你记住他说的东西 我除了有一个人说的东西 我不记得就是我老公 我老公说的东西 我经常都超过了 原因就是最亲密的人 明天再问过 到时才说 我们很经常遗留 我们最爱的人和最亲密的人 所以我现在都改了 我开始当我老公是客户 他说 你今天怎么样 我都要做个记录 令到我们的关系 保持温度和热度 我现在我经常都叫他男神老公 他很开心的 另外 如果我们有同时间 有很多人 那怎么办呢 你不可能一次过记得 每一个人的东西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系统做记录 第一 大家可以在WhatsApp上 不要删除它 宁愿把记忆加大它 好了 还有安全币 令到你和他的对话 是有记录 另外 第二 叫朋友拍照给你 为什么呢 相片有图有真相 你的朋友 会发出相片给你 然后你把相片 做一个记录 就像我这样 有前后对比 那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交流 就不是只有文字 有图片 你会记住 图像记忆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只是用语言 说话 不够的 有那幅图 你就会很记得 这件事很具体 很立体 360度 记住它 好 所以我们自己 先要有系统 有策略地 记得一些想法 例如 我们的客人的身体状况 他用了什么产品 有什么反应 另外 未成交的 我们要注意的细节 他究竟需要什么 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他 有什么产品適合他 也要问他 经济上有没有困难 如果经济上有困难 你可以试图产品 我给你一个退款资讯 你可以 公司很大方 免费请你用一包的 一定 你就用零售户口去开 到时你还可以用完90天 封套都可以不用记回去 但是有得退款 明白吗? 所以我们要明白系统和制度 另外 在过程中 我们要挖掘 搜集一些重要的资讯 去帮助他 例如 我为什么现在 说到这么多的健康资讯 其实是因为太多人 问我不同的问题 我真的不是医生 我答不了他们 但是当我去问医生 他觉得我太烦 不可能他会帮我免费去做一件事 没有人会愿意长期做义工 我们要记住 我们不能够洗死人 也不能够因为自己和某某的关系很好 而你不断去拿他的好处 不断问他拿资讯 是不行的 这样你是不会有朋友的 所以我唯有就是 我要帮我这个朋友解决问题 我唯有我不断去看资讯 我上网去搜索 很认真地 现在有什么 GTI 那你们又可以多一个渠道 去问资料 看资料 另外我真的很努力 我不断去找资料 上网也好 文字也好 在讲的一些课堂 一些酸的内容 我全部自己去搜索 因为我发现 在这个过程 谁最大得着 是我自己 因为我在搜索过程中 累积了很多资讯 然后透过自己的脑袋 再重整 还要想 如何表达给你们 去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在吸收这个知识 所以最大得着的是我自己 好 接着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专业 专业是什么呢 专业才是销售人员的市场的贫值 即是什么 即是你的资讯要正确 你要对公司的产品 要有正确的知识 对它的使用方法 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识 那我们其实做销售就是 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一座桥 你怎样搭好这条桥 令到这个客户可以走到 另外的公司进去 好像在一个中心里去参观呢 那你就要做好你桥量的角色 让到这个产品本来在美国 在奥连道这个州份 可以来到香港 可以来到新加坡 可以来到这个 可以好像很立体地 看到这家公司 这个就是你的桥量角色 是否可以很立体呢 那好像你们看到我Suzanna 你就会知道 她对贴片很有认识 贴片秘笈就是她写的 这个LiveChanges.1 这个网站也是她搞的 那你会很立体 因为我实在做很多事情 而这些工作 不是LiveChanges叫我做 是我出自于我自己的真心 我很想把我这条桥踏好 令到我的客人了解这家公司 从而他们得到一个最大的健康好处 另外我们要学习 那个领域的种种知识 由于我了解了光频 我真的对这个产品很有兴趣 我就去了解光频 也都读了一个光频治疗 也都去考了BioWell的操作员 就是因为这个知识 引发我的兴趣 我去不断再进修自己 令到我去跟人讲解 什么是光疗的时候 我更加有信心 那其实这个过程 我真的很大得着 我也都明白了身体的运作 坦白地说 我现在全家都不看医生 不吃药的了 我们就是用铁片 可以帮助自己 另外就是用食物 我本来就是教别人健康煮食 我就再令到光疗之后 我明白到原来 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生畜 它们在吸收不同的波频 所以我吃什么食物 吃什么的植物 我的身体会有什么的物质 我这里又再了解多些 也觉得很有趣 所以也都可以配搭到 令到我们一个整存的健康 一个非常专业的内容 好了 另外我们除了对产品 认识使用方法 就是它的商业流程 Lifeway是附带着一个商业模式 而这个商业模式 是会令到我们的用家 可以成为经营者 而这个经营者 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收入 甚至是自负的 我想告诉大家 香港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的人数是非常少的 而日本在2019年才开市场 日本现在最高销售 就是赚钱最多的 一年是在赚600万美金 即是4千多万 我相信做很多生意 都未必有4千多万 是一年 每一个月出现100万港币的收入 你想想 这个是不是一个方向让你去了解 然后你也可以在当中创造 我们未必需要这么多钱 他也是用了很多力 用了很多心机 去不同的人去讲解 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有困难 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 就是我不用付钱用铁片 那你就想想 怎样不用付钱用铁片的方法 介绍3 几个都需要的朋友 每个月都大家买 自己有少少的 referral fee 这样赚了 那就不用钱买铁片 但是如果你的定位 是再高一点的时候 你亦都见到你下线团队的成员 他有这样的能力 做得比你好 我们不是自己 不要限制自己 不要觉得自己最厉害 我们总有其他人比自己能力 那我们是否要懂得 那个营运的部分 少少资料 去让这个人有这个资讯呢 要告诉他 Live rate都可以经营业务 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和发展呢 虽然我未必是最能力的人 但是我下面可能有些人比我更能力 我们告诉他 有这个商机 我可能不行 不过你去看看 可能你会做得很成功 只要你有这个谦虚的心态 你就立刻能够帮到你的虾仙成员 跟进一步去了解 好 因为专业 所以你不怕 因为专业令到你有信心 无论如何打击你 你也会日立不倒 另外你的专业令到你节省时间 不用过度准备 现在我做的书 另外我做的连结 做的一个网站 都是希望帮大家做得更专业 以及用最少的时间去运作 另外我们的专业能够令到我们有能力 直接入到重点 去迎面 激破不同的问题 朋友会说 我吃什么保健产品都可以 什么什么都可以 有这个效果 那我就会吃 Gluton Fion 那些营养補充品 好 那你要先有一个好的肝 和有好的肾 去分解了你这个物质 从而转化成你身体有用的Gluton Fion 如果你的身体本身肝和肝都不好的时候 那么 请问你如何把这个激平纹分解 我们会这样去分析去表达 让客人知道我们产品和一般的保健品有什么分别 另外展现权威能帮助你赢得顺耐 那么权威重要的 当你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里面 做到一个声望和声誉 是会令到别人有信服 好似在拉威 你能够成为SPD Senior Presidential Director 是最高级别 你会有这个身份 可能你做到去Manager 你在这个开始 在拉威的开始就是Manager Director Senior Director 接着Presidential Director Senior Presidential Director 一步步去上去的时候 你在这个位置不断去走上去的时候 人家看到你持续不懈的努力和在进步 你亦都会令到你身边人对你有信心 和会建立一个信賴 好了 我们亦都要透过磨练去建立专业 不是一开始就成功 我一开始说的SPD 是论论进入口窒窒窒的 现在是一不用休息 不用喝水的了 那两个小时也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呢 是磨练出来 每个星期的磨练 每天的提资料 每天的回供信息 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溝通技巧 因為我無論街邊 爸爸 婆婆 我都會去聊天的 我以前做外展社工 我到外面就要去跟孩子聊天 接著去到哪個街市也好 身邊也好 我周圍都會跟人聊聊天 了解一下 拿一下了據 拿一下資訊 其實這個是練習出來 不是一時三刻 所以我們開始開放自己 我們想磨練一個專業的表達技巧 我們由同人來聊天 跟陌生人聊天 跟陌生人交流 開始去試 因為陌生人你失敗了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逛街見到人 直腿逼逼逼逼 我問他是不是有痛 我立刻在一個袋子裡拿出冰箱 然後叫他去附近買一瓶水喝 等一會你就不痛了 可以跟陌生人搭訕 我未必是需要他買產品 但是我需要這個練習 我需要這個機會 讓我去學習表達 我身邊的朋友可能我怕樣子 怕魚 找一個不認識的人 好了吧 失敗了也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回到家自己 嘻嘻嘻 我今天又說幫我老伯 歇了他不痛了 然後你只需要放下一張卡片 他喜歡找你便找你 不喜歡找你便結束了 因為我的過程是一個練習的過程 另外第九點重點就是 履行責任公開透明 你有的責任 你作為一個銷售產品 給你身邊的朋友 你對那個產品和知識 你需要負責任 朋友他找你 你需要一幅電話的 不要賣完之後就洗一張 這個是最差的 我們做銷售真的很不同 我們亦需要公開透明 我們的透明度越高 有問題的地方便會越少 我亦都不論識去分享 我所說的東西是跟對的 是公司的制度 那我就不論識去分享 那有些是我自己個人意見 我會說回來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令到我們亦都履行 我們自己角色的責任 我作為團隊領袖 雖然我的下線不負責某個單 但只要我在坡樹上見到你 你來找我 我都不會拒絕的 這就是我會承擔我的身份 帶來給我的一個責任 明白嗎 好 我們後面度越高 我們的團隊是會越成功的 我們上線 我找到我上線 我找到我下線 那別人新加入的朋友 你一給他加入 就進來Telegram 他見到誰是頭 會發信息 有什麼可以有人問的 所以就算你自己的能力不到那個水平 你利用我們的平台 利用我們的群組 你帶朋友進來 讓其他人幫你去解決問題 他見到這個新加入的朋友 見到全部公開透明 他會有信心 不是我一個水魚被人騙 貼膠布 原來很多水魚都在貼膠布 原來他們貼膠貼 貼貼下有用的 那就不同了 這個又有見證 不會那麼多一起去製造一個假的現象 去騙人的 我相信不會 更何況我們分享的嘉賓 很多都是有頭有面 有背景 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對不對 這個也是因為我們能夠公開透明 我們願意 我們甚至乎連我的手機電話都放在Zoom 因為你喜歡就打給我 YouTube也找到我的 那原因是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我因為希望人家觸及得到 問得到 問得到你才會願意去繼續使用你的產品 願意去明白它多一些 如果你又怕別人騷擾你 又怕這樣又怕那樣又不回覆別人機的話 其實你也發展不大你的團隊 我們在學習承擔一個責任 以及一起共同學習的環境去成長 你們好像來聽我的Zoom 好像在學習 我同樣預備要準備的Zoom給你們 我都在學習 我自己亦都會有進步 我們是大家都是平等的 其實我需要你們的支持 我亦都是 你們亦都需要我的資訊 和我和你們的交流互動 所以我們是平等 不是高 不是低 我們是互相去支持的 亦都我們在一個組織裏面 我們會看到有什麼策略 是會令到我們事半功倍 亦都我們知道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錯敗在最初會出現的時候 我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或者有一個修復反應會出現 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讓我們的朋友知道的時候 就會減少很多溝通的誤會 和減少機會流失 因為如果你沒有說清楚 它貼了一個谷光釘體 爆了一些東西出來 或者貼了X39 身體免疫系統反應得很快 讓它好像出診那樣 它很害怕 反而覺得我們的產品有問題 因為他們不知道那個修復反應 就是身體自己去修復的過程 出現的狀況 那它會誤會了你 誤解了你 所以我們必須要 裝備好自己 公開透明給它 去知道一些資訊 令到我們減少出錯 和減少那個關係被隔絕的機會 好了 而我們其實銷售都會有成功 亦都有失敗的 我們失敗的過程 我們從中學習 可以不斷調節 就好像我一開始講書 我從來沒有試過單獨講 一個兩個小時的書 一開始的時候 我以為我一個小時都講得完 誰知道我講了一刻 我講了兩個小時 然後越來越多人進來書 其實我有壓力 也開始我又要講英文 我以前也沒有試過用英文 我為了建立這個新加坡團隊 訓練了我講英文 然後我就越來越講越好 越講越順暢 其實真的會有很多失敗 在來 重建在來 我曾經跟我新加坡的主持人說 我是準備英文 給新加坡和澳洲的團隊 我是哭的 我是坐在那裡哭了出來 我就在那裡罵自己 說聲 你小時候又不勤力一點 讀書想英文 你又在那裡吹水 在那裡說是說非 在那裡寫歌詞 現在 糟了 現在這麼多人要講英文 你又搞不定了 你很難請窗的 用過Zoom 是不是 還有你要令到另外一個人 完全明白了內容 用英文說出來也不容易 當時我很怪怪自己英文不好 於是我就在YouTube的頻道 去找一個頻道 去看怎樣去學習 說英文和一些咬字 當中我有兩個會員 兩個都是在澳洲的 他們是菲律賓人 他們來教我咬字 那個字怎麼說 他說 他那個英文說得很漂亮 因為他做傳媒的 接著他就告訴我 Suzanna 你這個字應該要這樣咬 這樣發音 他說幾次的視頻 我很想幫你講那個字出來 是很醜的 最初的時候 但是我們不要介意 我不是完美 我不是100% 我不是一個英文人 我不是Native Speaker 我是很努力用一個廣東話 去翻譯英文 再做一個Zoom 再去呈現給你們聽 所以我有不完美 是我也要接受自己的 當然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很難受 我也會哭的 但是那又如何呢 我經歷過了 我現在自己很有信心 站出來講兩個小時英文 我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我的成長 我希望我的故事 都幫助到你跨過自己的障礙 我們有我們的目標 我們是Live Week 不是純賺錢 我是要幫到人 我只要說得好 他們明白我才能幫到他 我就是有這麼大的遠景 這麼大的目標 我要他 一定要做到 好 最後一點 無論如何都好 以上九點幫不幫到大家 客人幫不幫襯你都好 好 最重要 我們是要尊重他的決定 我們要保持我們自己的熱誠 我們知道我們的出發點 是真心去愛人 真心去幫人 所以不要因為他不買 而我們另一面 有不同一個面孔去對他 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尊重我們的效果 保持我們對自己所作的一個熱誠 好 今天這個分享 就來到這裡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漢漢漢漢 好 大家有些問題 可以儘管發問 讓我的字幕参開一下 我们先看看这个桌面 香港什么时候会发展Shine & Dream 香港其实都会在5月 但是由于Shine & Dream 它里面有酒精成品 所以在运输那里出现了问题 很多的运输公司是不愿意去运输这个产品 只有DHL 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正在用信封 信封是拒绝了运输 我们找了很多房子都是拒绝的 所以我接下来会用一个团购的形式去出 我会去承担DHL的部分 但是我们要一起购买 一箱寄过来 我们再在我公司 或者一些团队主席的地方去冲分给大家 但是我很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户口去购买 所以我要做多一件这个情况 所以你稍后等我去公布 我应该大约5月初到 我会确认我怎样去制定 那我们系统里面都是要5月中才 即是台湾的系统 都要5月中后才可以买到 好 那 好 今天的Soon Record 我也是会记录 接着就传给大家 希望我今天的内容帮到大家 可能我今天也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也有一些感受 其实真的销售是学习来的 是每一天我们都有新东西学 每一天我们都有新的挑战 我们也是一个需要去面对自己有弱处的地方 我们不是完美的 所以我也希望在这里积极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学一齐行一齐做 星期三会有我的Zoom的内容分享 那我到时再见你了 星期六我就讲生意 分享经验 希望我这些分享也帮助到大家 更加具体地我们一起走 Live way 改变别人生命的路 好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为止 我都要找一张纸巾了 我流鼻水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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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